iPhone 6出货旺 8月外销订单年期红 台湾出口持续成长 经济部昨天公布 8月外销订单金额为382.1亿美元 较上月为增0.1% 年增率也达5.2% 创下连7个月正成长的佳基 经济部说出口产品以电子 及机械类的年增率最高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手持行动装饰它推陈初心 还有电子产品的旺季背货需求扩增 所以带动高阶的制程 晶圆带空 晶片设计 封测 低润等另一般的暢望 展望未来中国十一长假 及欧美年中旺季拉货槽 陆续启动 加上4G及物联网新应用崛起 行动装置及笔电等电子产品 还会有一波旺季 特别是大家很关注的 国际品牌的大厂 它的手持行动方式上是 它所引爆的一个预购潮 渴望挥注组装代工厂的订单 跟相关供应链的订单的一个参望 另外外销厂商对9月接单情况 有22.6%认为比8月好 持平57%认为会减少 则有20.4% 动新闻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